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我是水岩 我们现在在广州南火车站 我们今天晚上要乘坐广州南发车的 洞922 广州南去往北京西的高铁 了解是我们第一次乘坐洞卧的火车 所以就拍个视频记录一下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乘坐体验 然后我们买的票是1290块 然后这个洞922呢 他是只有周五周六周日和周一有车 他周二到周四是没有车的 然后他这个车呢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买不是周一的车 然后是1290 然后如果是那个周五周六周日的话 那就是1430 然后这只是上铺的价格 如果买下铺的话 他还要再加个100多不到200块 我们的车开始检票了 这还有旅游团呢 这是去北京旅游的呀 这个D92呢是从湛江始发 然后中到北京西的 然后他中途呢是会经过茂名站的 然后我们今天正好其实也是从茂名出发的 所以我们原计划呢想的是 从茂名到广州这一段呢 我们就买他的二等车厢 因为这个车是有一节这个二等车厢的车的 然后从广州呢我们到北京就买他的这个动卧的车次 但是我们只买到了他从广州到北京的动卧的票 他从茂名到广州的这个二等车的票呢 就没有买到 然后后补了一天也没有后补到 所以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买了一个中转的车次 所以现在是到广州中转换的车 因为如果从茂名直接买到北京的这个动卧的话呢 是要多花四百多块 然后如果是从茂名买到广州的二等车呢 就只需要不到两百块 这样我们两个人就省了四百多块 车来了 对这是一节二等车 这是一节餐车 然后剩下的就全部都是卧铺了 卧铺 这不就是我们的吗 六合八 这是我们的床铺 两个上铺 它是一个四个床位一个房间的 它这个车厢的布局是跟以前那个绿皮的卧铺车厢的布局是一样的 一边是卧铺 然后另外一边是过道 然后过道有个折叠的座椅 这个是比较老的一个动车卧铺车厢 不像现在的新的卧铺车厢都能重向的 所以这基本就等于是一个软卧 然后这边是这个床位号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号 就应该是当他房卧铺当做这个座位卖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号 就是一个铺坐三个人 这是这个车的参车 还是挺多人的 上床了 这个床铺还算比较宽敞 应该有个六十宽 然后脚底这里有个支部架可以放些东西 那这里有一个衣服 然后床头这里有一个阅读灯 可惜就是上部没有充电的地方 然后后面是他这个出风口 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也比较人性化 没有直接对着人追 这个前面门是可以关注锁上的 到北京西了 早上六点多 睡了一晚了 现在到北京西了 睡得怎么样 还不够 是吗 今天会觉得很晚 对 那个上铺 可能是因为离空调出风口比较近 所以一晚上都比较冷 这车是从广州开出来之后 下一站就直接到直辖庄了 然后再下一站就是终点站北京了 所以如果坐错车的话 可能就惨了 直接就是一晚上过去 然后跨越了好几个省 现在我们去乘坐地铁 六点多到北京换地铁刚刚好 再早了地铁还没开呢